警方国安署昨天发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通缉令 其中一个最大反应的人是立法会议员容海恩或 因为其中一个被通缉的正正是他的加工原公义 除了涉及分裂国家罪 还涉及颠覆国家政权 这些罪行很严重的 最高可以是判囚终身 每名通缉人士警方各自圆红100万 去年8月容海恩都已经登报宣布 与袁公义脱离翁息关系 这次又再说多一次 其实他为什么这么担心呢 香港是没有连助法的 就算亲人犯罪都不会连累家属 除非家属都犯罪而已 何况亲戚关系怎么切断得呢 如果他与袁尼昌离婚 袁公义就再不是他的家庸了